哈喽小胖,我说本期的基础玩家是小胖好想说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蓝牙音箱贵的跟便宜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今天从几个维度来说 首先一个非常废话的一件事情 就是同样体积的大小 贵的跟便宜的 第一,品牌差异 品牌也代表了沉淀 就是数据 是吧,就代表一个成年人 就是,对啊,他的数据多 他知道大众喜欢什么声音 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这些数据 那可不是假的,是吧 所以那些便宜的 大家就看那些广场舞大妈的这些蓝牙音箱 声音极大,但是呢,湿针度极高 如果你追求音质 那么那种同样体积的大小 为什么这边了就是贵 为什么那些国产的一些杂牌 他就是便宜 声音还大,样子还大,喇叭还大 那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喇叭大就是王道能错 他那个喇叭不如别人小喇叭贵 而且那个大喇叭没有什么用 他仅此是大而已 我们说大喇叭他有绝对的优势 那个也是要在同一个级别的状态下 是吧,那广场舞大妈的那种 湿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个就是废话了,对不对 没有什么可比的意义 那么比如说 博士的小音箱和大的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该买哪一种 其实很多人都里面揣着一千两千 你要花三四千四五千 能不能买也能买 对不对 只要效果好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大音箱就一定比小音箱的效果好呢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 算是一个省钱的建议 不同体积的音箱 针对不同的房间 没有哪个品牌会拿大音箱 去踩自己小音箱的脚 不会这么做的 实际上呢,音质差不多 不管是哈曼,博士,宝华 等等的这些蓝牙音箱系列里面 我们拿万元以内 你买的人比较多嘛 比如苹果啊,或者是华为等等的 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这些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了 都非常的棒 只是说声音有一些区别 哪一家的声音更加的激进 或者更加的适合你 蓝牙音箱做的是什么 现在没有蓝牙音箱去做HiFi 大家要注意啊 没有蓝牙音箱去做HiFi 都是本着流行去 低频都会比较重 哪一家更流行 或者哪一家更符合 你听流行的那个状态 你就买哪一家 大小有什么区别呢 大的贵,小的便宜 那小的喇叭也小 大的喇叭也大 很多时候买 你比如说马歇尔 你买这个大的 你放在一个小房间 它就会很轰头 那个地平比较多 小声的时候也比较多 也不好听 所以买到一个合适的尺寸的蓝牙音箱 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就像人说话唱歌一样 你有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值 就是我现在这么说话 我很舒服 如果小声说话 我就感觉我有点噎着 噎着的感觉 如果特别特别大的说话 我又累 所以每一个音箱 理论上来说 它有一个合适它的生涯级的音量 不能太小 不能太大 你买个好大的音箱 你放个特别多的小声 那第一屏就没有了 对不对 那喇叭都没震起来 所以专业的音箱 专业的音箱 理论上来说 它都开着75%三点钟的方向 为什么不开满 开满就多了 那开少了 工方的灯点不亮 只有一个 比如说三格 绿灯 黄灯 红灯 一般要点到黄灯 专业的工方来说 就是舞台音箱 你不可能只一直绿灯这么亮 那音箱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买个合适的 别别被那些商家 或者是你去实体店的时候 大音箱怎么怎么牛 怎么怎么牛 其实啊 其实音质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过多的去纠结 很多人在这个底下评论 或者是有私信说 哈曼和博士 哪家音质墙 这么问 我基本上不回答 因为没有意义了 你要问音质 哪家墙 如果有一家独墙 我打个比方啊 有一家独墙 那别的真的就不用做了 就也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听音观吗 并不是 不同的取向 然后买到大小的音箱 比如说博士 他小的和大的小水壶 大水壶 音质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再次强调没有区别 只是生涯级的大小变化而已 那么你应对不同的房间 那你就买不同尺寸的音箱 上次我们那个稍有 就是买那个地瓦雷 就纠结小地瓦雷 还是大的地瓦雷 那个蛋呢 小蛋是其大蛋 我就跟他说 我说如果你的房间不大 你买一个小蛋 因为地瓦雷是那个呼吸的 那个震动的嘛 是不是 那个震动的 如果你买个大蛋 你放的很小声 它震不起来 它就不好看 大家明白吗 它那个不动 它就不好看 那你买个小蛋 你放的相对 没有那么大声的情况下 它就震得很夸张 它就很好看 这个就是典型的 让大家音箱匹配合适的房间 音量又合适 但震得又很爽的感觉 就是那个味 买个大蛋在那里 放小小声声的 它不动 白做了 是不是 白做了 它那个呼吸 最大的区别 就是便宜的和贵的 同品牌 大家记住 一般来说 JBL的系列比较多 JBL 什么Flip系列 什么战神战鼓系列 还有它那种OK系列 除了这种系列不一样 一般的蓝牙音箱 出大出小 比如博士 这种防水的 这种小的大的 他的声音基本上就是 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 比如哈曼的也差不多 就是那样 他家有他家的特色 对他家的印象都差不多 博士也差不多 就是那个味 博士就是假假的 假假的感觉 但那个假呢 挺好听 挺硬 挺硬帮 帮帮帮帮帮的 你就感觉很糟 很爽 马歇尔也是 从大到小 他的声音的取向没有变 就是生涯级不一样 音质没有变 大家注意 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他的电池和插电款 如果电池和插电款 价钱差不多 你没有电池的需求 比如你不户外 你就在家 哪怕是我客厅一道餐厅 餐厅一道卧房 都买插电款 插电款的成压级相对要大 马歇尔的近两三代 好像我没有特别注意 但原来的那一代 我就发现 他的电池款很弱 非常弱 插电的就猛很多 包括D瓦雷 你看这个是吧 200多瓦 也是100多瓦 他的小弹 就直接蹦到一两千瓦 那不一样 那差别特别特别大 同样价位 记住 就是插电和这个电池 买插电款 第三 我们不要跨品牌买 很多人都跟我说 小胖 我想买一个 三千块钱的博士 的某一款 我打个比方 但是我够一够 四千多块钱 五千块钱 我就可以买到 宝华的飞艇了 其实这两家 一个博士 一个宝华 对不对 都说博士 没有宝华来得那么 Hi-Fi 这个大家又搞错了 每一家的声音不一样 其实做蓝牙 刚才说过 就是做流行 不要去追求Hi-Fi 很多人说宝华的 原来是什么T7 还是叫什么 一个 长方形的盒子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印象 我没听过 说那个什么 有收藏价值 还是那个声音 就是好 等等的 我觉得 这人 反正就是 黑子吧 还是什么 还是骗子 对不对 蓝牙影响 十几年前的蓝牙影响 他的蓝牙 做到什么程度 天花板吗 他的声音能好到哪里去 那接线的效果好 我买个蓝牙音箱 接线 那我不是有毛病吗 那我干嘛不去 你要真的很追求音质 我就买Hi-Fi 我就听到纯净的声音 人家那玩意 就是连接简单 做流行 我听什么类型的歌 都可以 这个蓝牙 就是一定是做流行的 没有做Hi-Fi的 那不可能 那一体式的音像 Hi-Fi最关键的 它就是结像 分离度 那一体式音像能做吗 它不能做 所以它就往流行的做 为什么地运都重 为什么都是一个V字型取向 这些都是世界大牌啊 对不对 马歇尔啊 博士啊 JB耶勒 哈曼卡顿啊 哪家不是行业的佼佼者 人家脑袋有坑吗 人家不会做吗 人家想不到吗 就你想到了 对不对 人家这么多数据 就是蓝牙音箱 就是个消费品 如果有可能 我觉得经常换 不要买太贵的 这也是一个玩法 就跟投影机也是一样的 要你就买这个旗舰 比如说像地瓦雷那种 什么十年不换的 它造型也不换 是吧 可能CPU 或者软件升级一下 基本上换到哪去的 这种这种产品 要呢 就买一个飞艇啊 或者是买一个哈曼的 听着 那个什么GoPlay啊 Play Go啊 那个叫什么 那种 什么行星啊 恒星啊 或者是 他的那个 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叫什么水晶音箱啊 等等的 这这些音箱 没事就换 一两千块 两三千块 你不觉得多 就经常换 他经常出新款 新款往往比老款好很多 那改进的很快嘛 而且改进的也不错 肯定是有提升 他在改的 所以 在问这个问题 不要跨 跨家问 跨家 我买哈曼 我加点钱可以买 宝华 宝华 我再加点钱可以买 地瓦雷 这没有意义 这没对比 不可以对比的 这没法就对比的 从他们的 试用的房间 生涯级 还有他们的调音 还有他们的年份 对不对 每家的这种特色 都不一样 你要说 那就说太多 太远了 这没法比 所以这个东西 你喜欢哪家的声音 其实很多一些草品店 或者是我们 做云视听也好 或者是你经常听别人说 也都知道 哪家是什么声音 你认准了那个声音 就买他家的东西 只是他家的贵与便宜的 不一样的 针对性不同的产品 别跨家买 那一买真的就乱了 那一乱 你真的就忘记 你的初衷了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我想买一个 马线 低 造型好 复古 听那种摇滚 或者是特别有味的音乐 他就能给你那种味 你知道 看看看看 就看成HiFi了 千万别看成HiFi 那不是你的初心 那真不是你的初心 别买错了 便宜和贵的 蓝牙印象 理论上来说 音质没有区别 区别就在于你的选择 房间各种不一样 也别跨家买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不是说玩HiFi的 就不玩蓝牙印象 没这么个说法 那些人就太轴了 就是我只听HiFi 我不听蓝牙印象 那你耳朵就废了 是不是 那广场舞大妈 你路过你还得听 机场 抱飞机 你也得听 是不是 你什么不听 什么不得听 都得听 所以 真的是玩HiFi的老骚 它是不建议 任何一种形式的音乐 我们也要去更多的认识 各种形式的音乐 这真的是一种乐趣 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底下留言 或者是弹幕 感谢大家 记得技术玩家 我是小胖 就在哔哩哔哩 新大面波西发视频 给我留言 我会一起回复大家 优酷腾讯 走音YouTube 都可以所有技术玩家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